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關於拜登想叫停一個台灣政策法案 首先台灣政策法案是甚麼呢 稍後會跟大家解釋 第二件事是拜登為何要叫停台灣政策法案呢 因為美國政府已經受到非常大的挫折 中國的軍事政策和未來的政策 會令美國生不如死 高科技從此後沒有辦法發展 為甚麼呢 我會跟大家解釋 然後再跟大家解釋 中國最新的軍事策略和軍事政策 到底是怎樣 衝擊到美國呢 而且 美國本身不想Landship特斯配合西去台灣 所以美國現在全力拖一個策法案 希望可以討好我們中國 究竟我們中國做了甚麼 令到美國那麼頭痛 令到美國想投降 令到他們後悔呢 稍後就會跟大家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民潔 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傳播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知道阿西婆 老闆 貝洛西 他在8月2日至8月3日到了台灣 一共連晚睡覺 逗留了19小時 外界 一開始的時候 都猜貝洛西可能最終都不會過去 誰知道最後一意孤行 都是不聽美國政府的勸導 不聽白宮官員的勸導 一意孤行地 跑去台灣那邊 然後彭博社在日前出了一些文章 我們中國為了要回應 貝洛西非法到台灣訪台 這件事 所以一年幾天就做一些軍事行動 封鎖了台灣7個區域 基本上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軍事行動 彭博社認為這是標誌著 我們中國對於 台灣海峽的軍事戰術前所未有地升級 這些演習也提醒各國 除了發動戰爭外 我們中國內地還有非常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向我們中國台灣施壓 並且會削弱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報道裏說 如果在未來幾年內 中國不斷在自己海域 然後在自己的地方 不斷地封鎖台灣 去做自己的演習 這個策略 可能不會令到美國想幫台灣 也幫不了 遇到非常嚴峻的挑戰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 內政事務 如果關閃插手 其實對於整個國際上來說 都會被一個藉口在其他國家 插手美國的內政 所以這件事是令到美國 充滿著 一些非常大的挑戰 亦都令到台灣那邊的蔡英文 受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 內民亦都提及了 北京獲得 能夠成功對台灣 發動軍事行動的全力 這個全部能力之前 其實 說真的 怎樣也好 你發不發動軍事行動也好 其實 用一個封鎖策略 對於 阻止國際社會 對台灣的支持 實現和平統一 這個方法 的確是上上之策 連彭博社的評論也是這樣說 所以 大家認為我們 現在中國這個政策這個策略 是不是 更加之好呢? 比傷害我們自己中國的人民 是不是 發動我們自己中國的內戰 給台灣一個自己真真正正獨立 以及給其他國家支持台灣獨立的藉口 是不是 用這個策略是更加為之好呢? 其實彭博社 所寫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當晚 文傑 所 說的 那個特法直播 基本上 策略 當時我已經說了 我們的國家策略很大機會是這樣 解釋原因 基本上 彭博社現在所說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 只不過 其實 中央的專業人士 是想得長遠和想得非常細化 文傑之後感覺到 感覺到策略 我就 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開始有一些時限評寧員 亦都這樣說 最終去到美國 亦都是說 同一樣的說話 報導裏面就說 中國這一種的策略會令到一些企業 和台灣做生意的風險提高非常多 令到台灣面臨一些經濟成本 甚至乎是非常多的經濟損失 以及很多很多很多的企業 不再和台灣 接觸 交往 內民也說 對於我們中國的領導人來說 現時封鎖台灣的策略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於他的靈活性 和 打仗 和內戰 是完全不同 這一種的策略 讓我們中國可以選擇 把局勢升級又得 可以選擇維持著這個局勢又得 主動權完全在我們中國的手上 跟著就說 同一時間亦都可以避免直接跟美軍硬碰硬 為什麼 因為 如果跟美軍硬碰硬 開戰的地方 依然是我們中國 而不是美軍的國土 對於我們來說 真是百害 二無一利 所以這個政策 現在真是令到美國 非常非常非常之頭痛 除了這個政策 對於美國來說 非常之頭痛之外 其實 這次的封鎖 是會影響台灣對全球的供應鏈 甚至乎對於 日本、韓國的出口 亦都會首當其衝 這件事件其實已經引發了一些漣漪效應 開始不斷擴大、擴散 不單是因為我們的政府 因為這件事已經是試射了 遠程的飛彈 打架軍也是展開了大規模的軍事射擊訓練 而這件事亦都引發起台海的關係 變得非常緊張 甚至封鎖了 台灣周圍的一些口岸和海域、空域 同一時間這樣的做法亦都變相打擊全球的供應鏈 尤其是台灣對全球的供應鏈 甚至乎會導致其他國家的供應鏈 能源運輸可能會有一點阻滯 假如如果台海危機難以舒緩 或是難以短時間舒緩 恐怕會對全球的供應鏈 受到嚴重的衝擊影響 例如什麼供應鏈 其實自從新冠肺炎之後 全球供應鏈已經是 多番受挫 大家知道現在的旋期是非常非常緊的 今年除了新冠肺炎之外 再加上俄會戰爭 有很多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國家都因為疫情 有疫情的防控措施 而受到不同的影響 即使現在如果是台海短時間裏 受到一個 受到一個阻撂也好 其實都已經影響全球供應鏈 但是如果 這個台海的問題 不是一個短時間 那全球供應鏈就會受到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這次也是彭博Boomber 那裏的一些報導 有些燃料商 就是正將部分的 駛往北亞地區的天然氣的船隻 就會改一些航道 甚至乎 減慢一些的速度 去經過 軍事的附近地區 所以送去 東北亞地區的天然氣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直接問俄羅斯買最好的天然氣 不用要船又要運過去 然後首當其衝的影響到的是台灣本土 我們自己的中國台灣 和日本 所以天然氣這樣做 除了缺乏 遲到之外 可能也會令到天然氣的價格 再升 也不奇怪 本身俄羅斯戰爭已經升 本身小玉航運已經又升 現在可能 繼續再升 不僅如此 事實上 台灣海峽的船隻都是由中國內地 日本 韓國和台灣 使用西方的主要 航道 貨物源源不斷地從亞洲製造中心 運到歐洲 甚至乎運到美國 其他不同的傳言和廣口 所以這次的影響不僅是影響到台灣 是全球都有機會是影響到的 現在大家看到 船隻是真的會繞道而行 除了會影響一些供給之外 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也會影響到 影響什麼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全球的 台灣芯片供應 大家都知道 台灣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芯片製造基地 我們中國台灣芯片製造得多 技術也是不錯 製造晶片的技術也是不錯 所以 今次的軍事行動很大機會 可能會影響到 台灣的芯片供應 鑑於新冠疫情引發芯片坊已經兩年了 再加上俄虎戰爭再打擊芯片的供應 持續造成了原材料供應的緊張 半導體應用層面非常廣泛 包括 手機電話 手機電腦 PAC 汽車 再到家庭用品 等等 如果 其實 這些芯片 短缺了或運不出來 對於全球 尤其是西方國家 尤其是西方品牌 影響是十分十分大 即是索尼 三宿 Apple 還有谷歌等等 Apple即是蘋果 這些品牌 甚至乎美國的汽車 歐洲的汽車 這些 產地 的電子產品 其實很大機會全部 都會 因為我們 鎖了台灣 所以拿不到台灣的零部件 最終會怎樣 最終他們就出不了貨給別人 可能要毀約等等就輸錢 沒辦法 他們自己拿來 那有什麼辦法 其實這件事 昨天已經搞到王毅外長在東盟 我簡直不吃飯 我不想跟你們同台吃飯 走過來 所以這件事其實大家感覺到 中國對應得非常認真 而且真的非常生氣 非常生氣 而台灣時間在剛剛昨天晚上的時間 就傳出了一些消息 因為 拜登政府本身是不想 Lancy Pelosi 去到我們中國台灣 也 其實不想在這個時間裏面再開罪我們中國 在台海局勢 急速升溫下 拜登做了一件事 就是游說民主黨的黨員 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 叫停 台灣政策法的議案 不要再搞那麼多事 你再搞那麼多事 你搞到 無法回頭 你會死 美國會死 美國會死 大家都會死 台灣政策法有什麼用 他原來就是列明台灣是美國主要 支持的非北約盟友 這個是會改變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 亦有機會踩到我們一個中國的原則 真的 什麼叫盟友 非北約盟友 你現在承認他是一個什麼地方 我們中國一定會質問 而這個 台灣政策法的法案 就提出每年 捐大約350多億港元 去援助台灣 350多億港元 大約 324、25億 2500億台費 去支持台灣 參與國際組織 等等的東西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 就是 搞市民費 給錢給台灣 繼續去 撩我們中國 撩我們中國香港 現在還給不給錢 拜登那邊說不要再給了 一來沒有錢 二來不要再刺激中國 一會兒中國真的全力走 美國真的招架不了 他們民主黨籍的議員 麥菲就表示 他和白宮都對這些法案 有所疑慮 所以希望可以把這個法案 不要通過他 不過共和黨 很想通過這個法案 知情人士說 拜登政府認為這個法案通過 會適得其反 並且會干擾了幾十年來 美國的一些戰術模糊的策略 影響一個中國的政策和原則 這樣的話 會令到中美的關係 再次陷入一個 可能未來會陷入一個 冷戰的狀態 所以這次 他們自己是想叫停這個法案 包括拜登自己也落命令就是想遊說 他們不同的議員 不要被這個法案通過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這幾件事 你覺得美國受到的教訓 夠不夠 不夠的話 可以 是怎樣再加大力度 令到 西美國家 和我們中國台灣 可以受到更加多的教訓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民意聽 你怎樣看這件事 你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議案可以提出 記得留言告訴民意聽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民意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傳播 大家就不會做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